今天是年三十,我带了春莲去找妮可,她家住在三楼 妮可,新年快乐,我来陪你过年了,今天是年三十 你看,我给你买了春莲,我们一会儿把春莲贴上吧 好啦,贴完了妮可,你看你的家是最喜庆的,他们都没有 我再把微博给你带上 新年到了,妮可祝大家牛年大气,牛年新大运,牛气冲天 时光倒回到2010年,这一年你出生在西班牙,很遗憾我没有在你身边 两岁时你沛洋过海独自来到了中国,幸运的是在你七岁那年你被分给了我 那时的我们彼此不了解对方,你经常性的闪躲和放飞机让我一度怀疑自己不适合你 过年时我随意拍了妮可走路的一条视频,没想到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从那时起,我决定要以短视频的方式来记录我和妮可每天的点点滴滴 2018年6月份第一次带妮可上表演 在场内的我们就像是互相依赖的占有,让我内心感到无比的温暖 3月15号第一次给妮可过生日的时候,没想到给她带帽子一点都不害怕 2020年6月28号这一天,妮可的眼角膜受伤了 那时我俩每天医院马房两点一线,下雨时还要给她撑伞 由于她个子太高了,我衣服都是湿的 好在三个月后,她的眼睛终于好了 现在我们互相了解信任和依赖对方 其实你会发现她是一个爱吃,贪玩,心地善良的小男孩 对于我来说,妮可不仅仅是一匹马,而是我亲密无间的朋友,我的家人 我和妮可的故事总有一天会说完 但是我会珍惜当下,珍惜和她相处的每一天 让妮可每天都能够笑口常开 我被忽可不服了 我被忽可不服了